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华为因为涉嫌窃取T-Mobile的商业机密 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式对其发起刑事调查 其中华为与T-Mobile公司用于测试智能手机的机械人技术的关系成为了调查重点 知情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 此次调查由T-Mobile针对华为在2014年提起的民似诉讼引申 诉讼中华为被判盗用了T-Mobile位于华盛顿州贝尔维尤实验室的机器人技术 调查已经相当深入 相信很快就会到达起诉的程序 该诉讼还称 当时T-Mobile聘请华为提供手机 T-Mobile开发了一款名为Tabby的测试机器人 用于对其销售的手机进行质量监控测试 T-Mobile在该诉讼称 在往来过程中 华为员工询问了有关机器人的详细问题 并反复索取有关专有技术的信息 其中一项诉讼中还称 两名华为员工将一位T-Mobile员工拖入测试实验室 还未经同意拍摄下机器人照片 其中一名华为员工还试图把Tabby设备的尖锐一端 隐藏在电脑显示屏后 以躲开监控摄像的监视范围 好让他稍后偷偷用他的电脑包带出实验室 该员工后来承认他拿了该部件 给出的原因是 华为的研发办公室认为 这样做能够帮助改善自己的机器人 盖诉讼还称 由于华为严重违反与T-Mobile的合同 以及非法窃取商业机密 T-Mobile被迫在承受相当大的代价前提下 仍然停止与华为持续的商业关系 诉讼还写到 华为利用其从T-Mobile窃取的机器人技术 非法地获得了价值数亿美元的商业优势 在回应T-Mobile指控的文件中 华为称其并未窃取商业机密 因为Tabby根本不是秘密 华为方面还称 该设备的视频可以在YouTube上顺利找到 设备的设计和规格等详细信息 也已在众多专利中公布 此诉讼最后走上了法庭 在2017年 华为因为违反与T-Mobile的合同 被罚款480万美元 T-Mobile的诉讼律师休斯顿在16日表示 当时的陪审团发现了华为 盗用商业机密和违反合同的问题 所以他们赢取了第一场诉讼 他还认为这个结果会帮助解开 现在关于华为的更多谜团 以上是着弦为您播报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